原来每个人的审美 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 你要光靠感慨和抒发感情 谁也说服不了谁 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 我们也没有任何别的可以依靠的地方 两手空空 只能靠一句话 拿证据来 就靠这一句话 你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 一环一环向上追溯 让它支支相扣 自相咬合 你这样笨重的气力 即使是一个小孩子 也可以从土地当中 拉出一个被深埋的庞然大物 这就是逻辑的力量 这也是求使的力量